由于误会蓝胖子跪求大熊原谅 不知情的蓝胖子被大熊画了花脸 为了不让蓝胖子的小情人笑话 大熊为蓝胖子整了个时尚混搭造型 结果最后却把小蜜吓坏了 话说蓝胖子的高级铜锣烧不见了 他认为肯定是大熊偷吃了 而大熊都不想搭理他了 因为根本不是他吃的 蓝胖子可不太相信 大熊故意朝他做鬼脸 蓝胖子更生气了 最后两人谁也不理谁了 没想到蓝胖子竟然不相信自己 大熊真是无语了 气得他整个人都郁闷了 忽然看到地上有只图脸笔 大熊这货偷偷坏笑了起来 这时熊妈回来说铜锣烧他拿了 用来招待突然到访的客人了 熊妈给蓝胖子买了新的铜锣烧 可蓝胖子看了并不高兴 因为他知道自己误会大熊了 大熊正在屋里找乐子呢 在蓝胖子的照片上涂鸦 瞧他一个人高兴的样子 把蓝胖子都画成大花脸了 这时蓝胖子忽然喊了他一声 蓝胖子跪求大熊原谅 他已经知道真相 直言铜锣烧是妈妈拿了 两人的误会解除了 蓝胖子还拿出了铜锣烧 表示自己道歉的诚意 大熊一看也原谅蓝胖子了 蓝胖子高兴地抬起了头 结果震惊了大熊 大熊都忍不住快笑出来了 蓝胖子还以为大熊还生气呢 大熊都快笑出眼泪了 盲说已经原谅他了 一听这话蓝胖子终于释怀了 而大熊还尴尬呢 原来这只涂脸比这么神奇 在照片上涂鸦就会变成真的 大熊又试了是果然如此 吓得他赶紧把照片藏了起来 蓝胖子想去给大熊端茶水 大熊赶紧拦住了他 说让他先去洗洗脸 因为他看起来很没精神 于是蓝胖子说去洗脸 结果又被大熊拦住了 他让蓝胖子在屋里等着 搞得蓝胖子一脸懵圈 洗脸池上有镜子 大熊差点就把自己坑了 于是端来水 让蓝胖子在屋里洗 大熊感觉这下没事了 没想到洗了半天还是原样 这下把大熊都震惊了 差点又把自己暴露了 大熊说蓝胖子像是没睡醒 他要亲自给蓝胖子清洗 用香皂擦完直接泼了一盆水 结果涂鸦还是一点都没掉 忽然蓝胖子看到了消除橡皮擦 但是一套的涂脸比却不见了 大熊忙说没看见 这才知道这道具是一套 眼看着蓝胖子装了起来 大熊也无话可说 蓝胖子约了小情人小咪去郊游 说着就要往外走 恰在这时小咪也来了 蓝胖子回头结果被大熊阻止了 大熊说他的胡须不整洁 肯定会被小咪笑话 蓝胖子可不想那样 大熊问他下次去行不行 蓝胖子怎么可能同意呢 大熊忙说帮他整个时尚混搭造型 蓝胖子一听还很高兴 小咪在外面等了很久 大熊终于帮蓝胖子整好了 结果小咪都震惊了 蓝胖子感知小咪反应不对 大熊赶紧敷衍说超级帅 大熊示意小咪说是 小咪也只能尴尬地笑了 蓝胖子一看也没多怀疑 接着就跟小咪一起去郊游了 只是没想到大熊也跟着来了 忽然小咪看到了一些漂亮的花 蓝胖子想摘下眼镜仔细看 结果大熊硬是不让他摘下来 大熊像电灯泡一样 跟他俩来到了半山腰 蓝胖子提议休息一下 自己出汗了想要摘掉围巾 结果大熊又连忙阻止了 直言怕蓝胖子着凉感冒 小咪给蓝胖子带了礼物 蓝胖子没想到小咪对自己这么好 打开一看原来是鲸鱼干 蓝胖子打算跟小咪一起吃 大熊又慌了 抢过鲸鱼干后一口塞进了嘴里 小咪一看都哭了 蓝胖子这下彻底爆发了 质问大熊干嘛总妨碍自己 大熊吓得赶紧溜了 蓝胖子跟小咪说了声对不起 直言大熊有点怪 但他不是坏人 还请小咪原谅 大熊一看事情要败露了 索性又拿出了照片 他想给蓝胖子花自然点 小咪总算原谅大熊了 睁眼一看被吓坏了 吓得小咪直接起飞后拔腿就跑 蓝胖子还不明所以呢 大熊感觉自己出手中了